就是獨奏的部分,就是比較小編織的,有獨奏也有二重奏 那之後下一個部分就會有四組小編織的樂團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手工琴的曲目 那手工琴呢,這個樂器呢 台灣好像傳統的印象會是比較多 比如說流浪啊,或是Nakashi這樣子的印象 那對於手工琴的了解好像也不是那麼深 可能他對我們手工琴的種類啊 或是他彈奏的一些方式都不是那麼深 那我們工作室呢,這個手工琴工作室的目的呢 就是讓更多人了解這樣子的一個樂器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來體驗這樂器的,玩得美好 因為他玩起來真的是非常的,非常的,可以說是簡單 然後又很容易,很容易跟別人一起活動 好,那我們今天這個第一個部分呢 就會開始成果我們發表的部分 然後之後呢,大家可以 這個演出完之後,我們就可以 如果想要體驗一下這個樂器啊 或是想要有問題,什麼要交流 也非常歡迎各位 好,那我們就歡迎我們的第一個表演者 這個是黃結,它是演奏按鈕的手工琴 然後這一首是Calyptus Serenade 是一首拉丁的曲 然後我們掌聲歡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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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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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